警方早前收到有關的情報 指有人利用假的身份證明文件 去申請一些銀行譽口、信用卡和看貸款 我們經過深入調查後 成功鎖定了黃大仙寧遠街的劏訪單位 亦在昨天即2021年6月6日 下午12時左右展開了拘捕事項 在上次拘捕了一名中國籍女子 年齡是28歲,報稱是無列的 亦都在單位裏面搜出了一大批的假身份證 當中包括有24張假的身份證和販製成品 亦都有12張是他人的身份證 有18張是他人的滬省證 當中亦都有其他的銀行文件 包括有11張銀行提供卡 18張信用卡和一些製作工具 包括電腦和影響機 在搜查期間我們亦都在單位裏面 售出少量的毒品 一個冰壺 經過調查後我們就拘捕了該名的女子 罪名包括本有偽造身份證 本有製造虛假謀書的設備 本有他人身份證 創毒和吸食工具 這個假身份證製作工廠的設備非常簡陋 主要是用電腦和打印機製造假身份證 把他人的相片貼在真身份證上 造工非常差劣 亦沒有防禮特徵 一拿上手便知道是假身份證 這位是假裝的 不可惡 不可惡 只會再次用電腦 製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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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工具